眼前这几个哥特色的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 偷偷玩了一个别人都不敢玩的游戏 没有想到身体发生了病因 当然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天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分享一部精神电影《永恒的雪》 女主卡米拉是一名普通的高校学生 不过她的打扮非常的哥特色 有那么一刻让我想起了曾经的障碍家族 不过女主被带眼镜的男主给吸引住了 可当男主和另外两个同伴离开学校的时候 却遭遇了一群红衣人的袭击 对方拿着枪疯狂的设计 而男主他们被打中后既然发生了变异 变得无比生猛双方干了起来 可惜受伤后的他们惧怕阳光躲在了黑暗里 最后直接被包围了 此时幻灭转原来支持男主他们三人玩的角色扮演游戏 不过三个人玩得非常的吃力 同伴很容易就死了 所以男主准备再找个人一起玩 晚上男主和同伴去地霸玩 因为以后的不少准备去上厕所 却意外听到外面传来了争吵声 偷偷望出去却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难道是自己玩游戏太过于投入了 可地板上的学技又怎么解释呢 害怕的男主赶忙拉着同伴离开到这里 隔天在学校男主再次遇到了女主 这次男主不再耍酷 而是和女主打起了招呼 两人甚至聊得很活乐 男主询问女主喜欢吸血鬼的角色扮演游戏吗 女主对这个很感兴趣 所以男主就邀请他晚上一起来玩 夜里另外两个同伴也来了 他们准备继续上出来的游戏 这次有了女主的加入 分分钟将这些人给干掉了 但他们却遭了更加可怕的生物 最后还是女主的特殊能力 才将男主给救下来 四人玩得很开心 他们终于通关了 这时候长发妹突然拿出了张卡片 表示不如我们去这个派对上牵住一下吧 几人说走就走 也不知道这个地方长发妹是怎么弄到地址的 但没有押情卡还真进不来 不过这个地方有点阴盛 男主感到浑身不舒服 甚至在派对上他还看到了之前 在厕所遇到的那个陌生人 长发妹似乎和对方很熟悉 男主非常的谨慎 在派对上不敢喝酒 只敢喝饮料 可在发现长发妹被内活人给带走后 男主不得已还是跟上去 最后发现了长发妹和别人在互啃 迷迷糊糊近 他看到了长发妹似乎被咬得学了模糊 他本想过去救长发妹 但长发妹似乎很享受这个过程 等男主醒来后才发现 自己和女主躺在一张床上 主案到底发生了什么 男主根本不记得 但他感觉很不好 男主留了女主的电话就回家了 我这时候才发现 男主竟然是一个富豪蛋 住在豪宅里面 但他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好 不然也不会如此的叛逆 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男主在楼上偷偷拿走了父亲的枪 因为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男主还历历在目 他并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只有把枪放在身上 他才有安全感 而且他还发现长发妹一直没有回来 好像还在之前的那个古屋派对上 网上另外一个同伴打来电话 联系男主表示 他准备去找长发妹 问男主要不要一起来 男主却说 你们为什么不来我这里呢 本来男主还想将 之前在厕所看到的怪事 说给朋友听 但没有想到信号突然就断了 果然是老套路啊 朋友本想再次回播 可怎么也打不通 等他回去后 身后突然出现了两道美女的身影 当然这时候再美 我都觉得有些恐怖 第二天男主去图书馆查阅资料 他希望弄明白 之前自己所遭遇的是什么东西 甚至还请教了学校的老师 这个老师似乎一直对女主感兴趣 再看到男主女主走得很近 那是出一大发 可男主说他还不是我的女友 那之前睡在一起又是几个意思呢 当然这不是本篇的重点 在得知女主并不是对方的女友后 老师很热情地拿出的资料给男主 可了解的越多 男主越害怕 自己似乎正在揭开一个可怕的秘密 原来他们的身边一直隐藏着可怕的怪物 就在此时 朋友来了 再知道男主正在追查这方面的资料 表情变得非常的诡异 而女主此时 竟然也来了 朋友再次带着男女主去了那个派对上 不过接触的人数并不多 男主感觉长发妹 整个人都变得不太一样 似乎更加要老 可在他们分发东西给男主的时候 男主却拒绝了 他觉得这些人不断地给他们洗脑 就是一群邪教分子 双方起了阵子 同伴激浪还站在他们一边 最后男主被抱打一段 气呼呼地离开了 但女主却留得下来 没有想到深夜 女主浑身失血地回来了 男主本来想要给他包扎伤口 可女主却一个劲地脱衣服 最后还和男主管起了床当 我的乖乖你都流血了 确定不会失血过多吗 但女主的情况也很诡异 似乎长满了疗痒 男主迷迷糊糊见 昏睡了过去 奇怪的是第二天 男主掀开窗帘 女主马上就避开了光亮 等男主回到家后 整个人都不在状态 他就觉得浑身不对劲 本来想要寻求老师的帮助 之前老师给的太赞名片 可老师的电话打不通 无奈之下 男主只能再次去了那个派对所在的谷屋 却看到了好友在里面喝他们的血 似乎正在进行某种仪式 可惜男主不小心弄出了点声响 差点被发现 好在逃走了 他知道现在的好友 应该竟被转换成了另外一种可怕的生物 甚至连女主也是 当初的女主就显得有些怪异 所以他再次遣漏到谷屋内 找到了女主 最后朝着他开枪 可惜因为枪声太大 将其他人给引来了 这时候男主发现这哪里是呢 这分明就是怪物啊 好在他抓到一块尖锐的木头 将他给干死了 然后再次进来 打死了好友 继续对女主开枪 长发妹看到这幕 大惊失色 他觉得男主疯了 难道之前是男主的幻觉 亦或者这只是一场游戏 此时劲腿转 长发妹来到了警局报警 男主被抓得起来 他说男主疯了 攻击我们 当老师去看望男主的时候 男主说 你还记得课堂上 你叫我们的吗 他们都变成了可怕的东西 可老师根本不信 而女主此时 正在院里面生死不知 但她的心跳却变得越来越快 最后直接停止了 正常的情况下 女主肯定死了 但她却睁开了眼睛 显然男主所说的都是真的 那些派对上的 也根本不是人 作为一部小成本电影 其实还行 就是前半段的剧情 有些出戏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